她的人生颇为传奇,从一个农村姑娘到中国第一代名模,从时装设计师到亿万富豪,事业当红妻闪架央视民导,以为找到了终身伴侣,却遇人不输,惨遭出轨被抛弃。 为了抚平情商,她带着女儿回到农村,靠种蘑菇意外打造了商业帝国,如今她重回时尚圈,成为知名设计师。 她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,马燕丽,而当年出轨的丈夫和小三,一个患癌,一个瘫痪,可马燕丽却逆风翻盘,成为身家数十亿的女霸总。 整个故事非常戏剧和狗血,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第一代名模,马燕丽的故事。 1974年,马燕丽出生在河南周口市的偏远农村,父亲是位中学老师,母亲是个普通的村妇。 马燕丽从小个头就很高,他们全家人都很高,父亲身高一米九二。 爸爸都高。 一米九二。 哇! 两个哥哥都是一米八六,然后我的侄子都是一米八六,八五多。 身高的优势让12岁的马燕丽被选入周口市体校排球队。 三年后,15岁的他又被特招进了河南省水上运动学校,成为赛艇运动员。 马燕丽的成绩非常好,而且要强好胜,心理素质强,教练们都认为他是个种子选手。 93年的全运会,他是抱着独冠的决心去参加的,但在全运会前一个月的一次训练中,他不幸受伤,被迫终止了自己的运动生涯。 我的成绩是非常好的,当时真的是冲着冠军去的,但是运动伤让你和金牌擦肩而过,对我来说其实非常非常失落。 那一年,马燕丽才19岁。 父母朋友看到他心情如此低落,就说,你不是一直想去上海吗? 你现在就趁着这个机会去上海散散心吧。 就这样,19岁的马燕丽到了上海,没有想到这次的上海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 那时的马燕丽没有钱,到了上海也就只能干些不花钱的事。 比如逛商场,一天他在商场里瞎逛,一位售货员就问他,你这么高,是模特吗? 楼上的模特队正在招人。 马燕丽听了后,想,那就去试试吧。 于是他就上楼了,他说,他的字典里没有害怕这两个字。 那个时候还没钱买东西呢,就是瞎逛,就聊天嘛,小姑娘那么高,是不是模特儿? 然后就给我讲,楼上一个公司正在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,一个模特儿的一个招聘。 那我就行吗?那我就试试看吧。 当时,他正站在人生的岔道口,不知该何去何从。 没有想到,上天为你关上了一道门的同时,也会给你开一扇窗。 他的人生从此改变了。 我觉得运动员我刚刚讲的是,当时那个时代,没有选择的一个选择。 你走出那一个偏僻的一个地方,然后你开始一个新的人生。 我是受伤之后才去做模特儿。 而这个转折对我来讲完全都是天意。 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这个期待和准备。 当时20岁的马燕丽身高1米78,五官立体,长相出众。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模特训练后,1995年,他参加上海国际模特大赛。 初出茅庐,就一举夺得冠军,从此一战成名。 我那么没经验的一个人,在台上,我能拿到冠军,我都很意外。 后来我自己总结了一下,就是因为我站在台上的时候,爱谁谁,我就是我。 之后,他又参加了多次模特比赛,名气越来越大。 他被称为中国的辛迪克老妇,成为模特界的宠儿。 广告代言和各种商业分支踏来。 在这条路上,马燕丽走得实在是太过顺畅。 在模特行业混得风生水起,他又跨界到演艺圈。 1999年,他主演了根据莫言小说《燕影》改编的《青春之恋》。 之后,马燕丽还参演了《青春之恋》、《婚姻保卫战》等电视剧。 别看马燕丽不是科班出身,演起戏来也不含糊。 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时,在一次晚会上,他认识了央视名导郎坤。 郎坤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,大学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。 凭借着出色的才华,刚毕业就进入央视。 进入央视后,郎坤就一路平步青云。 他可能不算出名,可是他做的节目都很出名。 在90年代,他在央视开创了无数个栏目。 像是当年非常有名的节目《综艺大观》就是郎坤做的导演和制片。 他还打造过数个央视的王牌节目,比如《星光大道》、《朗读者》和《国家宝藏》。 光是《星光大道》都不知道捧红了多少人。 郎坤导演过近百台国家级大型晚会,还先后五次担任央视春晚的总导演。 这样一个有名气,手握重大资源的导演,感情生活更是丰富多彩。 郎坤比马燕丽大15岁,而且已经有过两次婚姻。 郎坤在晚会上见到年轻貌美的马燕丽一见倾心,立刻展开追求。 一来二去,马燕丽陷入他的温柔乡。 这对才子佳人很快就陷入热恋。 当时就有朋友提醒马燕丽,你应该慎重一些。 郎坤风流多情,已经离过两次婚了。 年轻的马燕丽说,离过两次婚又怎么样,那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遇见对的人。 朋友又说,郎坤多情同时又很绝情,他的前两次婚都离得很狗血。 但热恋中的马燕丽相信自己对郎坤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 2001年,两人相识短短两个月就直接上婚。 那一年,郎坤42岁,27岁的马燕丽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。 两年后,他们生下一个女儿。 婚后,马燕丽选择在家相夫教子,主动退居幕后,做起了时装设计师。 如果说,少女时期成为运动员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,成为模特是一种偶然的选择。 那么,学习时装设计则是他特意的选择。 但是从模特进去,进到纺织大学去学设计,这个完全我知道是我的一个计划,我的一个目标,我为我自己要铺垫的一条路。 马燕丽深知模特吃的是青春饭。 他常年和时尚品牌接触,有着敏感的时尚嗅觉和商业视角。 他创立了自己的时尚女装品牌Merryman,开始在时尚圈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。 就在马燕丽以为一切都在朝着他期待的方向走的时候,却不知朗坤的心已经起了变化。 朗坤对于第三次的婚姻生活一开始觉得很舒心,每天一回家就有热饭热菜吃。 但是,马燕丽在外面吃炸风云,骨子里却是非常传统的。 他既貌美如花,也能赚钱养家,还能为君洗手做羹汤。 即便如此,时间一长,朗坤还是觉得无趣。 这样的生活虽然温馨,但是缺乏激情。 作为导演的他,身边美女环绕,受不了诱惑的朗坤再一次背叛了婚姻。 2006年在马燕丽到国外出差的时候, 朗坤被媒体拍到云衣白衣女子牵手逛商场的照片。 随后就有网友扒出这名白衣女子,是舞蹈演员柳妍。 他比朗坤整整小了23岁。 消息一出一片哗然,马燕丽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会劈腿。 他伤心欲绝,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, 他决定妥协,试图去挽回这段婚姻。 他甚至跑到央视领导那里去告状, 希望朗坤能迷途知返, 但生性风流的朗坤去欲已绝, 就像以往的两次离婚一样, 他果断地和马燕丽分道扬镳, 执意要跟柳妍在一起。 2007年, 马燕丽带着女儿离开那个伤心的家, 回到农村老家散心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, 他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。 回到乡村后, 马燕丽敏锐地看到了商机, 他发现蘑菇的市场需求很大, 而且, 他们那里的环境气候也非常适合蘑菇的种植, 于是马燕丽考察市场, 四处学习种植蘑菇技术, 拿着开公司的积蓄, 在农村种起了蘑菇。 这个曾经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, 重新拿起了锄头, 干起了农火。 上天也没有辜负马燕丽的这一份努力, 他很快就将蘑菇生意做得丰生水起, 不仅带动了家乡经济发展, 还成功打开了自己的一条新商路。 马燕丽也非常感谢这段回归田园的生活。 再说, 当年那个疯狂无限的央视春晚导演朗昆, 随着马燕丽的离开, 柳妍自然成了朗昆的正牌女友, 两人也以老公老婆相称, 凭借着男友的人脉和资源, 柳妍的舞蹈事业也是迎来了高光期。 2008年, 柳妍有幸担任奥运会开幕式的独舞演员, 但在开幕式的前几天, 柳妍在彩排中因一个失误, 不幸从三米多的高空坠落, 受伤严重, 导致高位截瘫, 下半辈子只能坐轮椅。 舞蹈生涯也就此终止, 这对柳妍的打击是致命的。 在她最绝望的时刻, 大家都在看朗昆对柳妍的态度, 有记者跑去问朗昆, 你还会娶柳妍吗? 没想到朗昆却说, 我们只是朋友。 在关键时刻, 她仅用一句话就撇清了和柳妍的所有关系, 绝情地离开了。 郎坤对旧爱无情, 对新欢更绝景, 那段时期是柳妍的正案时期, 饱受身心灵的摧残, 最后她还是挺了过来, 爷爷奶奶为她起名为言, 希望孙女能像高山和石块一样坚挺, 屹立不倒。 柳妍人生发生了巨大转变, 她读了博士, 从首部舞蹈研究古典舞, 从舞蹈演员变成舞蹈教授, 有了自己全新的事业, 也算是劫后余生。 而在2011年, 郎坤被查出患上了脑膜肿瘤, 需要立刻手术, 但是她身边空无一人。 手术之后, 郎坤也逐渐消失于大众事业, 再也没有她的其他消息了。 那么, 如今48岁的马燕丽还好吗? 离婚后, 她反而过得风生水起。 她现在的身份是高级时装定制董事长, 她创立的品牌很受欢迎, 在时尚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。 客户从足球巨星贝克汉姆, 007扮演者布鲁斯南到名人明星。 说起她的设计呢, 我觉得在我的工作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帮助, 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就产红恢复的时候啊, 身材就没那么好, 然后她尽量用她的衣服帮我把我的那个自信找回来。 我们那个时候在维也纳那场音乐会上, 应该说很多朋友看过那场音乐会以后都觉得, 包括这个服装的整个造型的设计, 跟我以往的有很多的不一样, 而这些顾客里面让她印象最深的却是郎平。 因为马燕丽是运动员出身, 而且还曾打过拍球, 所以小时候很崇拜郎平, 没有想到有一天能为郎平做衣服。 小时候特别崇拜呢, 但是在N多年以后, 有一天有人电话打过来说, 郎平要找你做衣服。 但是给我开心了呀, 真的,特别兴奋。 马燕丽从名模到演员, 设计师,马燕丽成功完成了自身形象的转换。 如今的马燕丽已经成为一名身家10亿的女富豪, 投身于慈善事业, 她活成了女人最羡慕的样子。 女儿也长大了, 48岁的她仍然年轻美丽自信, 她每天练瑜伽做仰卧取作, 一个星期打一次拍球。 她平时只喜欢穿牛仔裤, 只喜欢用一种较风花的, 很便宜的国产洗发业。 虽然现在很少在网络上看到她的新闻, 她一直在低调生活, 高调工作。 只是, 这样一位财貌双全的女人至今仍是单身。 她的朋友说, 马燕丽之所以单身是因为她并不着急, 她想等来一个有缘人, 而不是抓来一个男人。 马燕丽本质上觉得, 一个人生活得更自由自在, 也更开心。 我觉得人活着第一要自由, 第二要很开心。 这都是婚姻带不来的。 单身也很好, 恰恰说明她很独立, 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。 如果有一天遇见那个对的人, 她也许就嫁了。 这里是有饵工作室,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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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